我有个地方保证和尚不敢去 什么地方 就是金大爷大爷府上 我到了 你去回何大人 就说金大爷把王大人请到府上做客 暂时还回不来 有什么急事让他上金府上去找 是 莫愁啊 你替我看着这个王婷在 一步也不许他离开 我呢 要和小月去金府会会金大爷 我要跟他比比谁的烟袋大 是 莫愁遵命 好 金大爷 今天您的烟袋怎么小了一圈啊 这 我看人家这季大烟袋来了 所以啊 我就连夜让人给我打一个小一点的 免得人家说我搬门洞府啊 金大爷 您可真是太客气了 您别客气 别客气 来来来来 坐 坐坐坐坐坐 金大人 来来来来 这是您金大烟袋抬举我季晓兰哪 哎呀 金大人您客气什么呀 哈哈哈哈 金大爷 嗯 我季晓兰今日到府上 有一要事相求啊 季大人 您只管说 王婷在那别院 事关奸良重要关节 可是那和珅站着他就是不走 季某想请金大爷想个办法 赶走这个温室 怎么 季大人也是为了奸良舞弊案来的 正是 奉皇上旨意为此事而来 那就好了 要说那个和珅去别院 那还是我给他引的路呢 那时候我不知道您季大人要来兰州啊 这样吧 和珅既然是肩负着和罗煞人 作战的大人 咱就在这上面想个主意啊 可这罗煞兵不是已经愧退了吗 这兰州啊 有许多的西域商客 他们都攻马先熟 他们还都买我的面子 我让他们扮成罗煞人 在城外摇旗呐喊一阵子 假装呢 罗煞人又卷土重来的假象 到那时候 不怕和珅这小子不返回大营吧 季大人 您看这个主意如何呀 我看刺激不错 那就有劳金大爷了 季大人 我这里有来自海外大不恋殿国的上好烟丝 好 季大人 您还不来一国 不 我得来三国 哎呦你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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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季大人 城外发现小谷罗煞人 哦 营中中将请大人马上回营 主持军务 哦 我知道了 你守在这里谁也不让进来 这 刘全儿 事不宜迟 马上赶去军营 这 你刚才说有小谷罗煞人 是 这罗煞人已经被打散了 一小谷人竟敢到城下来撒野 我问你 这些罗煞人可曾杀人犯火 并未杀人犯火 只是摇旗呐喊 趁我就明白了 这一定是季小兰和金大燕带 一块儿使得调虎离山之间 想让我尽快撤离这别院 好 那我就将近就紧 我要让他们自个儿 说出这别院的秘密来 刘全儿 我们还是赶回大燕 要泡的快一点 这 要做出一副慌乱的样子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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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先生和山上当了 对呀 现在该看咱们的了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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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挖出什么来啦 这是什么呀 账策 我真的是账策 这可是十分重要的证据啊 不能出任何差错 是的 来人 有 把这乡总抬回大营 好好开滚 不 等一等 杖策是我们找到的 你凭什么拿走啊 小月啊 千万不要误会 你不知道 眼下兰州地面很乱 这么重要的东西 只有放在军营里才更安全嘛 咱们都是为皇上办事 何必分那么清楚呢 是不是啊 季先生 何大人言之有理 是啊 咱们同时为皇上办事 何必要分那么清楚呢 不过季某怀揣皇上的秘旨 这个风险我可担当不起 这件事啊 何大人还是不要插手了 不过 何大人的好意 季某是心领了的 何大人 何大人敢抗旨不成吗 你看看小月 你怎么总是误会我 总是把我往外处想的 何某是那种真功妖宠之人吗 好好好 算我多事 算我多事 行了吧 听好了 你们好好保卫季大人 还有这些物证 王婷在 下官在 听好了 这些东西出一点点差错 我拿你的脑袋试问 下官遵命 走 圣兵回营 季大人 我看这个何深 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行啊 越来越了解何深了啊 你当然了你才发现啊 你们几个小心点 我看这个何大人 还会再来搞鬼的 这 王婷在 下官在 你这所有的账本我都看了 没有一条设计的王胆王 我看这账本是你伪造的吧 下官不敢 你放聪明点 这件事皇上已经下旨要彻查 你替他包着 帮不了他什么忙 叫我看呢 他现在大概已经进了 杭州的大牢了 季大人 可小人听手下密报说 王胆王大人 已经回到了兰州 什么 你这可是实情 这 先生 唐州来的加急文书 好 好 王庆在 下官在 下官在 你先到外面 候着听命 是 事关重大 该怎么做你要三次 下官告退 吹吧 信上说什么 这是皇上的口语 皇上已经恩准王胆忘了 送其父亲关母返回家乡 他很可能趁这个机会 留回兰州来了 他真的那么神通广大吗 我看他是自投罗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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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